- 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在上一集裡頭有請過Jerry 就是我們通訊行的這個業者 來到我們的現場 來告訴大家說 有些通訊行不可告知的一些話術 但今天我們要更加的深入了 所以Jerry可能這一集之後 保險、轎車跑掉特別快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整理了一些生活新聞 消費新聞來看看 最容易引起糾紛的 在大台北地區有三大商圈 他們不但是通訊行的集中地 也是有比較多消費糾紛一起的地方 包括了哪裡 第一個呢 公館 欸 台大附近的公館上圈 大概是廳州路那一條 再來呢 巴德 巴德以前什麼都賣 糾紛也很多 但是呢這個通訊行 雖然現在好像是比較少一點 對不對 包括了是西門町的獅子林 有通訊行 也有包摩的一整棟大樓 但是要問一下 這個糾紛 Jerry你自己聽過最多的在哪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糾紛 其實公館 公館 對 公館是最多的 為什麼 就是其實因為它是個集散地嘛 那大家 要買一定是找便宜的 那我今天我報五千塊 隔壁也報五千塊 那我要怎麼樣去成交 那我要怎麼賺 嗯 對 那必須一定是從商品上動手腳啊 可是好奇怪哦 可是公館 欸 全台最高學府不就落在這裡嗎 還是說年輕人沒有出社會 還是說剛剛上大學很開心 錢都是比較不會 就是沒有去那麼深思熟慮嗎 為什麼會是公館 跟他們父親都是學生比較有關係嗎 倒不是 因為其實會去買 其實倒不是都是學生 嗯嗯嗯 因為當然是網路搜尋過去的 哦 但是他們這個地點可能比較方便啦 之類的 那薄欣哥自己聽說呢 我聽說的是獅子林 獅子林 但是也很多人會是公館 我覺得說公館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很多學生 像PTT 可以說哪邊是 交易比較會產生糾紛的地方 對 然後因為就在旁邊嘛 旁邊 對 第一個去比價就是下課過去那邊比價 所以很容易產生這種爭議 但是我聽過比較多是獅子林 是獅子林也有 可是像這次講的是台北市嘛對不對 其實像台中的話 像台中火車站前面 跟鷹財路那邊 其實也是一個要注意的集散地 所以各地都有 還有高雄的建國 哦就是前面的那個 對對對 其實這幾個地方都是有同樣的問題存在 可是好奇怪哦 就是那 可是問一是說 博欣哥你對這些消費糾紛 你也略懂哦 你來看一下 常常我們今天如果踏進的通訊行 很難全身耳推 因為你會聽到很多的一些話術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這個是多辦門號來買手機嘛對不對 因為就是很多人可能在網路上 找低價手機嘛 比如說他今天找到HGC 萬一只要三千塊 OK 他就去通訊行問 然後通訊行就跟他講說 你要辦幾個門號 都綁約才能去弄 然後就有些人就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在看那個資料的時候 並不知道 他就以為他只要辦一個門號 但事實上 事實上就要辦三四個門號 這常見的手法 就是讓你貪便宜 然後他也就是呢 他今天去辦手機對不對 他去辦合約對不對 然後那個通訊行可能送他是 便宜的手機 或便宜的贈品 但是他通訊行把他的那個門號 去綁高價手機 然後比如說綁一些 什麼HGC New1 或S4拿去賣掉 那消費者自己不知道 就不知道 不知道 對 他可能拿到只是一個贈品 對 因為很單純 因為消費者今天簽罕合約對不對 他上面並沒有寫說 他是什麼樣的贈品 他只是綁約 那是通訊行在那邊在控制的 那還有就是 有的通訊行會比較惡劣一點 會趁消費者在辦手機的時候 然後他身分證再辦一張 等於說你的身分證 你要是交給業者的時候 他會故意再辦一次 他辦另外的那個電信商 那我就變假人頭了耶 對 會有這種狀況 可是當然比較少見 那這也是一種 但是我這樣 但是我這個事情一被抓出來的話 可能我的這個人頭 包括這個手機的門號 到時候被拿去做一些 少年害理 違法亂記的事情 被拿去 被博星哥拿去用了 哇 這就恐怖了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來看到 其中有一個叫做 月租費不等於通話費 Jerry這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他們在介紹的時候 會有一個話術啦 嗯 會跟他說 你只要辦300多塊的月租費 對 對 那300多塊 一般我們以遠傳來說 300多塊 大家可能知道是365 那實際上你搭配有可能是 你是165加上一個上網的 Smart150的資費方案去做搭配 這樣加起來是300多塊 嗯 但是實際上你加上網路 其實手機優惠會會變比較多 原本你可能只是 純粹的雲資費 你可能只要2000塊錢 對 可是你搭那樣子網路 可能手機就可以變0元 哦 可是有說有興趣說 我你手機能夠變0元的話 對 那月租費 最初我們看到 我們一直以為說 月租費就是一個月繳多少 對 結果發現我一個月繳的 遠超過月租費 對 因為你通話費很少 你也只有一百多塊 嗯 對 那你剩下那個150元 上網費用 其實你搞不好 你是用不到的 等於是你白繳給 系統上 對 所以說這個可能要看看自己 如果說不常上網的話 你也不需要吃到飽 如果自己講話講得少 你的語音費 就不需要這麼高了 對不對 你的通話費 到時候每個月繳的賬 就不會這麼多 但是來看到一個 高階雞黃殺到破版價 在高空裡 雞黃就那樣的價格也很硬啊 怎麼殺呢 Jerry 呃 我有聽過一個 就是客人 好是聽過 是聽過的 對不對 客人做夢夢到的 轉述給我聽的 好 對 他是當然去網路上 一樣是比價 然後就是 比如說 雞黃可能 1萬塊錢 就非常便宜 那真的是 我們一看怎麼可能呢 但是 欸 事實上 他到現場 1萬塊沒錯 1萬塊 一支手機 一支手機1萬塊 對 一支手機 那剩下配件 你要自己買 蛤 什麼 沒有這個其實在以前 在賣電視遊戲 就有這種事情了 就是我單買這個 我原本想說 1萬塊 只有這個殼 以前的卡帶什麼的 這個是老說法 嗯嗯嗯 這個其實只是希望你上門嘛 今天我做這個交易 你沒有來我店家 那這筆交易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我一定是用一個低價的策略 吸引你上門 那我確實沒錯啊 我也沒有說不賣你啊 對啊 只不過就是 對啊 你要買1萬塊 賣給你好便宜 真的就賣你1萬塊 洗他的這5000塊 6000塊 你如果在香港買手機 他有一種手法 你知道就是 你今天買對不對 你這是2.5G的版本 對 你要加多少錢 才是3G的版本 就是你多少錢買到 是真的買到 但是他並不完整 哦 可是問一下 現在有很多人講洗機 對不對 洗機什麼是洗機呢 最上次還沒有完整的補充完 洗機 尤其是iPhone來洗機 但是呢 講到洗機 薄欣哥 聽說之前 有一款機子 在智慧手機剛出來的年代 被洗得非常兇 歇齊9000 那個是洗班的 因為很單純 那時候就只要有身分證 就可以辦啊 然後又不用 也不會省合什麼機制 因為那時候 辦本要太簡單了 對 也不用先預繳款啊 那就有很多 惡劣的人士呢 去辦的那個手機 然後把它賣掉 然後加上 他洗手機 9000他的二手貨價錢好 所以就 氾濫了 那問問說Jerry 你現在有 應該可以這樣講啦 目前喔 洗機 這樣的風氣 還算不算很盛行呢 其實有 但是現在比較不容易 對 因為現在辦門號 都需要事先預繳 大概一萬三到一萬五的 預繳通話費 所以這個費用有點高 所以一般業者 他不太可能去支付 這樣子的費用 對 那一般會用的方式是通常就是 他來辦的時候 是配DJ手機 就像我們博青哥講的 DJ手機 可是搭高月租費的方案 但問題是今天有一個 因為今天喔 其實因為常常聽到 有一些網友 或是有一些民眾 他來投訴 他是說呢 我去辦了 比方說我去辦的是HTC的手機 結果我接到 iPhone 5的客服 或是呢 我接到就是 誒 就是你的iPhone 5怎麼怎麼 誒 我辦了明明就不知道iPhone 5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也是被洗了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說洗機有時候不見得說 是我自己去洗機 我被洗機我都不知道 是 他用你的合約方案 去搭配iPhone 5的手機 那這樣會是誰從中賺到了 當然是業者 業者 喔 但是我們先來看到一下 就是說呢 以這個黑心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我們說這個iPhone在洗機喔 我們上次有講到嘛 如果說你這個4S啦 4的話 它這個溢價空間都非常的大 現在會有人去洗iPhone 5嗎 呃 現在其實很少 很少 因為iPhone 5的現在量非常少 因為本身他們的銷量不多 那現在大家最常洗的會是什麼樣子的機種 現在其實如果比較熱門的話 大概就是New One啊 蝴蝶機啊 或者是 New One也會被洗 對 喔 越熱門的手機 越容易被洗機 所以說 我們現在是沒貨 對 所以說洗機是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說如果我自己 我自己喔 就想要貪小便宜的話 我就可以去洗機對不對 因為可能很多人 像是 像是你看如果像是Jerry 你自己本身喔 你那個機子你用了好幾年 你根本不會去更換 但是呢 你從中洗機的話 你大概可以 最高可以洗多少錢進來 你自己覺得 一般有些人可能他不需要手機 那我只需要合約方的內容 對 那我其實可以辦一些 比較高階的手機 然後去做一個變賣 對 這是蠻常見以現在來講 一些消費者 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到就是說呢 這空機架的這個部分喔 小心有陷阱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呢 你要看到說 這個機子喔 它如果是空機架的話 你不需要綁任何的門號 好 那它跟洗機概念不太一樣啦 但是你有可能會被洗喔 所以說你看Jerry 超值的空機架裡頭就會有這四大現金喔 所以說買空機之前 你要看一看 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舊的手機要降價了 然後 等於是說要降價了 它以為 你以為這是促銷 但上期原本就是降價了是嗎 對 是這樣子 那像第二個呢 這是什麼意思 冷門手機 或者是次品牌的手機 這是什麼樣呢 就是它會用相同的 類似規格 比如說這隻手機也是800萬畫素 可是它可能是一個二線品牌 對 它可能是 5吋800萬畫素 對 然後當成類似一線品牌的價格 販售給你 然後再給你說 啊這可以給你打個幾千啊 可以打個幾折啦 事實上它本來就不值那個身價這樣子 對 好再來呢 有價無貨 有價無貨 它根本就 它根本就沒有庫存啊 對 那這樣的網拍業者 它怎麼可以賣得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 這是非常多的啦 它沒有賣啊 對啊 它反正就是吸引你過來啊 喔 吸引你過來你就買別的了 對 那再來第四個 超值空機價 這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對不對 就是配空機還要再另外買 那問題就是說呢 這樣的話 可是我們上次有講到 目前來講呢 我們是說 搭配門號方案啦 還是買空機喔 上次的結論是說 其實如果說你要是 基本的花費來講的話 通常還是 綁約是比較划算的對不對 對 大概中高以上的月租費 你還是綁約會比較划算 還是比較划算 對 然後所以說是我們上次的到 差不多400多左右通話費的話呢 你可能就直接去買個空機 比較划算了 好但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今天的消費者 要想知道說 想要挑選一些 真的是比較有保障啊 除了認你這個Jerry這個臉之外呢 什麼樣的通訊行 我們覺得是相對下比較安全的 基本上 還是找一些實體店面 然後你不要盡量 不要去貪小便宜啊 嗯 而且我們知道手機的序號 我趕快來看一下對不對 對 手機的序號 譬如說你今天是按了 就是說你的手機 如果說有一個序號的話 是按多少 手機在一個通話功能的介面的時候 我們多米錦